民宅内不断冒出火光 消防人员到场布水线灌旧 一旁还使用电锯将铁门锯开 大火不断延烧 左右两边民宅陷入火海 附近邻居赶紧冲下楼帮忙灭火 但无奈火势太大 只能一旁焦急等待 火警就发生在12号凌晨一点多 警消货报到场扑灭火势 发现在二楼后方卧室 有一名七十岁老翁 救出时意识模糊送往医院抢救 火势扑灭后警消进行火调 发现起火点疑似是一楼车库 及三楼卧室 由于现场有温到汽油味 邻居表示夫妻俩经常吵架 加上女屋主火警时不在家 怀疑是纵火 不过经过警方联系后 女屋主置称在高雄儿子家 事后回到火警现场 面对提问不发抑郁 只是深夜大火波及附近邻居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是否涉及纵火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三地星王少宇成员台南报道